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那边问书 八字有结是否可化 有结难是否可以化解掉 其实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八字这个东西 结难 他不见得真的是结难 因为我们在批命的一个经验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我批他好 他不一定会好 我批他差 他也不一定会差 所以这一些他都是算一个机会而已 他是一个几率 好的几率跟坏的几率 所以你时常会听到我讲一件事 你找出了危机点 不一定会爆发 但是爆发他一定是在危机点 所以各位你所谓的结 他没有所谓的化 而是你要想办法 不要让他产生 例如你现在财运不好 你财运不好的一个情况下 你就不要去追求跟财相关的人事物 否则的话 因为你现在是财运的低潮 很容易就会因财而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算让你在这时候得到了财 那也就只有一点点 你的付出跟你的获得是不成比例的 那CP值非常非常低 所以很多人老是想要赌博 什么叫赌博 明明就知道这边不好 想要用个什么 化煞物 开运物 来帮自己化解 各位 八字 不可能透过一个小小的开运物 化解物 就可以让你该发生的 他就不会发生 而是你要知道 前面有坑 你就不要去踩坑 就很像我的学生 他就跟我讲过一件事 他说 老师我们现在假如是财运不好 我跟我老婆 他是处在一种争执的情况 那是不是我在这时候 我就出远 避开跟我老婆见面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就算他打电话来跟我吵 总比面对面的吵 是不是严重性下降很多 我就说对啊 没有错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明知道现在时间对你不利 你就尽量少接触 这样就可以了 在风水 他也是这样子跟你讲 二黑五黄今年飞到哪里 各位就少去 你以为一个开运物摆在那里 他可以保证你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 不保证的 收定压不住的时候 反而产生更大的一个危机 风水都给你讲 不要去不好的地方 同样的 在八字 他是时间已经产生这一块的不顺的时候 你这一块的不顺 你就尽量少去摸 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很多人往往他是怎样 他这个大运 他的财运不好 结果天天在那边幻想说他要发大财 当然 做下来的结果是一塌糊涂 很多人明明官运是不好的 却一直在那边想说 我要考公务人员 考公务人员 结果呢 当然 浪费时间也得不到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们所谓的结 就是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他还硬要去强求 各位 人家讲的 强摘的花子不舔 就算让你强摘到了 你的后面本身就对这个不利 反而他会造成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八字官运不好 结果你在这时候让你考上了 考上了公务人员以后 你很开心 但是毕竟你的官运就不好 你就很难获得升迁 也就是说 你会看到跟你一起进去的这一些同事们 他一个一个爬到你的头上去 但是你却依然做一个万年基层 为什么 因为你的八字本来就不适合这样做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劫难是否可化 其实很难化 而是我们学八字是要知道 我的强项 我的弱项 我要往我的强项去走 避开我的弱项 这样子我的人生才会比较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而不是一直都是走在弱项 而无法发挥 这样子 你的人生可能一辈子就是平平淡淡的 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你的八字可能是一个好八字 你却没办法发挥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